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努力都可以克服 也没有一处人是不复杂的 只要能把持住 旁人是无法左右你的 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 只要有正确的心态 继续前行 相信未来是属于每个努力的人 也不要想着 有人会冒着大雨来接你 学会自己撑伞 会让你走得更长 更久 因为有些事情只能一个人扛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有些时候 你要学会做自己的太阳 照亮自己 才能照亮别人 这一周都是今天 有些事情导致 我说你会说 你会找不着 我说你会想做 我会找你 我说你会想做 是今年的33週,8月9日到8月15日 台灣從7月底的防疫等級從3級降為2級,已經超過兩週了 我們先來看看營業的數字,再來報告牆尼的分析 好的,這一週是從8月9日到8月15日 牆尼上線5天,這是每天的數字報表 詳細看的朋友可以暫停或截圖哦 牆尼上線5天,其中星期四是只有3個小時 因為花了一些時間到工會加入了勞健保,很重要哦 如果你是專職的朋友不要忘了家寶哦 牆尼上線5天,收入是7096元,用了近39小時 其中車上有乘客只有約12個半小時 每小時的時薪約182元,總共有52個行程 行程平均單價是136元,總共跑了481公里 有寄費的里程是241公里 里程空車率是50% 好的,如果朋友們有看32週的收入視頻,應該還有印象 40小時收入是11165元,時薪276元,本週39小時收入是7096元,時薪182元 一週有超過4000元的差異 牆尼以為這兩週有明顯的兩個原因 其一是客人們回來了 32週是整整下了一週的雨 用車需求大增 已接近4月疫情爆發前的水準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依牆尼的街頭觀察是 司機們回來了 33週很明顯在街頭多元計程車變多了 司機們因疫情休長假的 在這兩週紛紛回到街頭開始營業了 於是可以看到街頭的鴻海車輛一下子增加了不少 雖然降為二級警戒後用車需求增加了 但還是比不上Uber車輛回到街頭的數量啊 是的,最近街道的客人行程中 已經開始有餐廳用餐的活動 希望開放的活動能越來越多 用車的需求也才會增加 也希望平台能增加優惠活動 吸引客人來持續使用Uber計程車啊 好的,請持續關注強尼的頻道 用Uber多元計程車的實際情況 來反應台灣平民市場在疫情後復速的狀況 我們下週見 這個東西 我們下週見